黑人陳建州27日遭大牙核彈擊控訴 硬從他房間還響應上引發全網震驚 雖然陳建州以火速透過律師全面否認指控 范維奇也力挺勞工 但他昔日的黑歷史卻一一被棋底 有網友就挖出22年前 Selina招陳建州搶吻嚇壞的畫面 當時剛出道的SHE 來到羅志祥陳建州和Makio主持的節目做客 Selina被抽到藥和陳建州一起玩KISS新幹線的遊戲 戴著眼罩的Selina必須適時按下暫停鍵 才能防止被聽到沒想到最後還是被得逞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Selina好崩潰 但旁邊的黑人卻是一副爽樣 之後Selina被問有什麼感覺 她進脫口 為什麼我覺得有舌頭的感覺 還當場哭了出來 雖然黑人強調自己並沒有伸舌頭 但事後這段內容仍遭當時SHE所屬唱片公司嚴正抗議 電視台還因此錄製道歉大會 向Selina及唱片公司道歉 如今影片又被挖了出來 網友都氣到直轟真的好噁心 說這根本就是性騷擾的溫床 好 好 去吧